音乐的序 我一定要跟我们所有在座的贵宾表达 风真的是我们的祝福 风是一种寂静 风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果 可能会是凉意 可能会是热气 可能会觉得缓缓的吹来好舒服 可能也会是闷气说不定 可是风呢 它还是一样会吹 所以它吹来会带来很多不同的讯息 这里面谈的讯息是 我的思念 我的祝福 第二句 它里面有讲说 风是我的老花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一个字都没有看到 已经上了年纪老花看不到 所以如果念那个词我觉得蛮受安慰好棒好棒 原来我们的歌老人家早就把它定义了 我们只是要不要用而已 所以歌其实常常的歌是一种符号 我们要不要用而已 点在我们的旋律上 点在我们的声音 今天我要感谢的是 两个台湾音乐的大师都在这里 我们的吴德夫 我们的民歌之父 他对原住民的音乐的指导跟注入 一脉向传道现金我们可以用的 还有我们的马修 马修跟我们在合作 让他的音乐也成为我们的音乐元素的参考 所以我觉得丰富了我们 谢谢这两位 感谢你们 所以你看到这里 阿峰的风筝 不要忘记阿公的风筝是在一定的季节里面 风大的社会以后 就告诉我们已经养起了 来 有记住的是 看到风筝 先听到风筝的声音 再看到风筝 然后呢 风筝就带领着我们去 去寻找阿美族的部落 去走访阿美族的部落 所以我们的歌曲的顺序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会听到非常非常有趣的音乐对话 这个CD里面有非常重要的音乐对话在这里面 来 我们来听 我们这是因为卡拉已经做好了 我们还要直接用卡拉来演唱这首歌 掌声鼓励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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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